《路邊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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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的 其實就是我自己 裡面發生的事 或者它的性格 其實都是我 其實都是100% 是我的 其實路邊攤的故事 都是跟着我自己的生活改變 而它的內容有所不同 亦可以說它是跟着我成長的 我的讀者可能由當初一個 剛大學畢業無久出來工作的女生 一直看到拍拖 結婚 然後生小朋友 很多讀者都說 她好像看著我長大 而她們看著我長大的時候 她們自己也在成長 當時給阿珍看到我 畫一些這麼搞笑的日記 可能是罵一些客人上班不開心 或者有壓力的東西 就在日記上宣洩 有時候又畫一下朋友 或者家人的搞笑東西 記下她 她覺得挺搞笑的 她就告訴我 現在很流行放上網 有個blog 我就知道韓人開過blog 然後我就嘗試把自己的紙筆漫畫 叫做素位化 變成可以放上網的作品 可能有了小朋友才結婚 因為如果對我們來說 沒有小朋友的話 結婚可能是一紙婚書 這就是我們的想法 到真的有小朋友的時候 我們便去結婚 但我們結婚都結得很簡單 我們真的去婚姻註冊處簽了個名字 只請了兩邊的家人 來看 因為挺有趣的 我們因為同居了很久 家人由結婚 變成結婚我們快點生小朋友 好像大家都已經過分了結婚 現在是畫多了女女 阿珍出場是少了 她又沒有特別投訴 因為其實她也挺享受看 我畫女女的故事 有時她還會加一些意見 她也很開心 而且我們也會覺得 在漫畫上記載女女的成長 其實也是一件很特別的事 今年其實也沒有特別的計劃 因為我個人是沒有計劃的人 通常是殺到埋身才做 也是跟往年一樣 應該會出一本書 即是每年的書籍 希望今年也可以 書籍的大綱都有 即是主題 但還要跟出八石聊天 看看可以怎樣做